来到了元朗 提到元朗 我记得TVB里面经常说元朗的老婆饼 我去元朗 所以给你带回来最新鲜的老婆饼了 今天带你来的这一家呢 就是我们的百年老字号 恒香老饼家 要尝最正宗的老婆饼 就是这一家 先打包完了 当然 我们区区40分钟 怎么可能单单是为了买一些伴手礼呢 我们要去工厂吃 真正当初炉热的老婆饼 我还真没吃过 我也没吃过 那咱们赶紧去体验一下 走 好香啊 这是传说中的老婆饼 你好 欢迎你 我们恒香老婆饼呢在香港100年的旅行 我们每天都是生鲜的 大部分都是我们手做的 这个老婆饼对于香港人来说有什么重要的一个地位呢 以前呢香港没有太多的鱼吃 很小吃就只要给一些广东人的舒服这个老婆饼看着实在是太诱人了 哇 感觉怎么样 嗯 外面其实是非常的酥香酥脆的 里面很Q 这个其实应该就是我们的秘方了 馅料其实就是秘方 对对对对 这么好吃的老婆饼 我们也想亲自来做几个饼 吃吃看吧 好啊 多一点没关系 好好好 我们就吃吧 嗯 我们开始了 进进进进进 嗯 哇 这就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老婆饼 等到娶到老婆的那一天 我就献上我的第一个老婆饼 给我老婆 能拿去吃吗 哈哈哈哈 没有啊 我们一定要给现场的观众和嘉宾带去一点福利 我们做的好的老婆饼呢就给他们品尝 嗯 但是他们如果答错了题目的话那怎么办呢 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惩罚 就是我们来吃多一个 别的老婆饼给他们吃 哈哈哈哈 哦 表面上根本是看不出来的 很多老外认为中国的美食的名字非常的有趣 比方说鱼香肉丝没有鱼驴驴打滚没有驴 那香港的老婆饼也没有老婆 呵 那究竟老婆饼里面的材料是什么呢 大家请作答 大家来我们来商量一下 你觉得这个OK吗 好假的商量 那已经写好了 对 商量 你觉得哪 好假的商量 里面应该是放的芥末吧 对啊 来 你说的都对 说的都对 霍建华现在你未免也太能吃了 霍建华你留一点这个肚子 吃那个芥末老婆饼啊 对对对 来 三 来 三 第几碗了 好 好 好 就等着吃芥末吧我跟你说 哎 前锋 来 谁让你吓那么多 自己吃 自己做的 好 来 请戴军公布答案 我们先看他们的 哎呦喂 我没想到 吃这么多香港美食 可以增加智慧 对对对 哇 这戴军一下变得那么聪明了 变得聪明了 天呐 我们写我们写 两条稍微慎重的再想一下 我们慎重想一下 对 你看一说到这个问题 大张伟的慎都中了 嗯 写了你看 答错了得要吃那个芥末老婆饼的 芥末老婆饼 这都是我们亲手做的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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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先回头你的答案 对 冬瓜 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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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